这个菜一年四季都适合烧来吃 而且非常健康 今天就介绍这道上海炒素 这个菜虽然简单 但好多人做好的油面筋发硬发僵 口感不好 看看问题出在哪里吧 做炒素一般用到竹笋 木耳 胡萝卜 香菇尽量用泡发的干香菇 味道会更香 泡香菇的水不要倒掉 其他的食材也可以放 但油面筋是炒素中必须要有的 油面筋要用筷子搓个洞 可以让它浴水后迅速软化 油面筋放在炒素中 会让这道菜更加鲜美 没有试过的可以试试 把竹笋和胡萝卜切成薄片 其他的食材也可以放 看个人的喜好 烧一锅水 把其他配菜全部倒入 焯水两到三分钟 捞出后备用 再把油面筋倒入锅中 烧个两三分钟 可以去掉点油漬 同时让面筋变软 发的好的油面筋会很松脆 切开后能看到里面漂亮的网状结构 吃口会比较软糯 捞出来后挤掉点水分 锅中放入少许食用油 先把其他配菜煸炒一下 炒掉水分 倒入泡香菇的水 翻炒一到两分钟 放入油面筋 加入一点老抽上色 吃素食的朋友可以加入这种素蚝油 翻炒均匀后 加入一点白糖 水不够可以加入少量清水 加入食盐 翻炒两到三分钟 让食材入味 然后分次加入水淀粉勾芡 芡汁不要太厚 让汤汁包裹住食材 就到位了 最后淋上20克左右的芝麻油 就可以煮锅了 而且非常入味 喜欢吃烂一点的可以多煮一会儿 喜欢有韧性的就少煮点时间 我是西洋 请点赞并订阅这个频道 谢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